他們家的三明治非常特別 它是創新台式的三明治 好大喔 真的好大喔 你看 汁比我的臉還大 有沒有 一定有 沒有也要說有 因為我臉很燒 今天我點了三份早點 沒想到早點會有桌邊服務耶 炙燒 對啊 現場炙燒的話 好香喔 鮭魚的油花的香味 而且吃早餐怎麼可以這麼高級啊 你看看這個厚度不誇張 三明治非常厚之外呢 這個光濕的鮭魚片 它這一片就這麼厚耶 這麼厚 這應該有四公分吧至少 我不誇張 這根本是炙燒臥吐司啊 超好吃耶 你咬下去的時候啊 你會先吃到外面它這個麵包皮 然後它外面就是烤得有點酥酥的 然後中間非常的嫩 接著咬下去 那個鮭魚的油花香氣 會在你嘴巴爆開來 因為它的鮭魚其實它是炙燒過 但是它中間還是生食 因為它是生食等級的鮭魚 它是從挪威來的 當天補貨之後呢 處理好放到真空包裝 隔天就送來台灣了 而且店家啊 它為了要呈現它非常原汁原味的 香氣跟口感 他們在處理的過程當中呢 它是直接半盒的鮭魚拿出來喔 我這樣子的分量就是半盒 完全沒有切片 所以才會這麼的厚實 用橄欖油啊 還有鹽啊 稍加做調味 兩面簡單的煎一下下 上桌的時候 再炙燒 把香氣整個逼出來 是不是非常逼人 我光早餐就吃得超級頂級奢華 一般啊我們吃三明治的時候 最怕吃到的就是那種乾乾的口感 但是它非常的濕潤 都是來自於那個鮭魚的香甜的油脂 又健康 接下來呢我要來吃這個 藍莓乳酪豬排嫩蛋三明治 我剛剛聞的時候 除了聞到它的豬排香之外 它最重要的香氣是來自於藍莓醬 嘴巴大的好處就是 可以一口把所有的食材 原汁原味的放在嘴巴裡 這樣我可以吃到老闆 最想要呈現的美味 真的超好吃的 我發現他們家的豬排啊 炸得非常的不油膩 非常的清爽 因為它外面啊 是有點那種炸過 有點酥酥的口感 然後中間是很紮實 很有嚼勁的那一種 他們家的藍莓是自己煮的 慢慢的把它煮到透掉 所以呢你可以吃到它一顆一顆的藍莓 搭配它的豬排啊 讓你整個三明治吃起來都非常的清爽 去有解膩很好吃 這個厚度真的是很可以 完全可以滿足我這個大胃王 你以為就這樣子而已嗎 我還點了一個超級厲害的東西 一般外面看不到的 這是什麼 芋泥雙鹹蛋黃肉鬆三明治 你看我剛剛講了這麼多料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根本就是月餅啊 月餅裡面的料全部通通都在裡面耶 這是月餅三明治耶 你看還有兩個小愛心 很誇張你一入口就是滿滿的那個芋泥 你整個衝刺爆炸在你嘴巴裡 非常的香甜 重點是他們的芋泥啊 處理得非常好 它非常的綿密 濕潤感很足 不會有那種粉粉的感覺 整個鹹蛋黃的鹹香 會把芋泥的甜整個提出來 這兩個食材定價也都是非常用心的 像它的芋泥啊 它是直接一整球然後放上去 就是沒有再跟你開玩笑的 然後再往旁邊這樣塗 所以你整個會吃到它一整球的 滿滿的芋泥 再來呢它的鹹蛋黃啊 可是先煎過的喔 它是用鹹鴨蛋取出它的鹹蛋黃 然後再把它捏成這個可愛的 愛心的形狀 簡單油煎 主要是要把那個鹹蛋黃的鹹香氣 整個逼出來 店家還滿用心的 像他們的肉鬆啊 用的就是細的那一種 而且比較濕潤 所以你吃起來的時候不會太乾 然後卡喉嚨 整個吃起來就是超好吃 美味的餐點就要用美味的飲料來搭配 他們家的飲料啊也是不簡單的唷 光看就覺得好美喔 完全是網美可以打卡的飲料耶 美麗之外呢 也是非常健康的喔 你看這個藍莓泡泡 好美喔 光這樣子嚼你就覺得好療癒 你看它的漸層色 我吃得到它一顆一顆的藍莓耶 它不像是外面用的那種藍莓果醬啊 加氣泡水調成的 是藍莓本身的甜味 不是果醬的甜味 所以你整個喝起來啊 格外的清爽 非常適合搭他們三明治 很趣有解膩 再來呢最後壓軸的飲料 鮮椒糖爆米花奶昔 哇 螞蟻人真的不能錯過 這看起來非常澎湃耶 我先從爆米花開始吃起 很可以 我剛剛吃的那個是起司口味 所以它吃起來有起司香跟鹹鹹的 然後我現在吃的這個是焦糖口味 但是它的焦糖啊 有那種焦糖的鹹香感 它不是單純的只有甜而已 再來我要來喝喝看它的奶昔啦 你看它爆米花用料多實在 我先堆到旁邊 我從側面就可以看到這個 我最愛的焦糖 不想講話了 其實我是有點怕甜品的人 但是這一杯真的很可以 喝下去的時候啊 我可以喝到濃濃的牛奶香 你看他們家的奶昔啊 它是用牛奶冰淇淋 牛奶跟焦糖 然後打成奶昔的 這個牛奶的香味 再搭配那個焦糖的鹹香 真的是特別的濃郁耶 早上喝完這一杯啊 螞蟻人心情一定會特好 你真的來了過一次之後啊 你就會一直想一直重複想 所以我決定每天都要來這家 早餐店吃早餐 或者小菜的哪裡 的時候才回來 要出現一下 小 Fourth 要 beta